我的那个黑男按摩店的话是比较小 业余的工作的话就是解答这个盲人朋友的电脑使用的问题 我们接受这个咨询 一直在线的大概有可能在五六十人吧 然后有很多是那种每天的咨询可能上百次 如今借助天使眼睛 他带领更多市场朋友走进了网络世界 可能对于某人来说吧 对电脑我个人的理解就是需求可能更大一些 如果有了网络的话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自己可以在网上购物 很多时候就不需要找别人带我上那个超市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就是备课是很大的困难 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电脑 那么我必须要请这个同事给我朗读 学会电脑以后呢 方便了许多 好 你说 今天中午让我在古增情房 或者一首古增曲 然后我就特别想把它传到网上去 让更多人能听到我弹的古增 哦 那非常好嘛 你特别喜欢古增是吧 是 你看啊 我们要把这首古增曲传到网上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用小姐们巴里听一下它的标题 如果没有网络的话 就是感觉和这个世界差了一步的一样 那种感觉 天使眼睛 让爱点亮心灵 那么对了 因为十分之后 有爱点亮心灵 雷